恒指霞周点看第九十四期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恒指霞周点看 我是Lan Lo 今天是4月17日 如果你是首次收看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HommelichartHK 有更新就可以及时的收看 恒指的周性图在乎是增加的 丰蒙股严重的方法 今天我们与这两个方面进行交流和解释 免得声明我们是做指标的影响 手工任务股票是不靠成任务推介的意义 投资者需要预计市场风险 我们首先对市场图表分析有个认识 一直跟大家说了 我们通过图表的技术分析 绿色是从四个方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解释 价良时空 特别是趋势资金 时间空间 先利用资金方面 一直利用到的工具 这个图表叫MCD 一直追踪大户 绿色是散户 图住的在货 红色的处体 代表是大户 庄家活力资金 紫色性代表是庄家线 绿色性代表是在货的平均性 其他的参考资金指标 有少模范 比较简单清晰的就是通过MCD 它是特别利用到机构的时局 机构的思维 去为我们所用的 好了 看看有些股票的情况 前面有些朋友问了这个股票 叫8083 我们去看看 这个股票很明显的就是 已经跌到什么位了 跌到没底了 看到吗 跌到从那个高位 又不是说没底 上面是3.4 4.5 到现在是0.1 4.5 4.5 4.5到0.15 90%没了 是不是不止了 你看看这个幅度是很大人害怕的 从那个高位 跌到这个低位 93%没了 你看看 那这些股票可不可以落底了 注意 0.15如果跌到0.7 是不是又有50%没了 所以 不可以跌 它就真的要落底了 前面的这些落底 它又继续跌了 是吧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 那其实 你只看趋势 它未真正终结的时候 都是不可以的 如果看资金 就更加清晰地看到 就是股市否 真的有人开始做它了 已经跌到这样了 这种股票叫做玉势股 那你很明显和恒指对比 是吧 指数 北途重山低 它反弹 它也反弹 但是指数 还不摆 还不摆 它呢 反而下跌 指数升 它反而跌 和玉势指数 那这种股票 市场一旦回落下 它跌得更加厉害 你看看 前面的股市跌的时候 它跌得更加厉害 这个位置是0.27 跌到0.15 几个%没了 40几个%没了 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 要小一点的股票 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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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条羊竹 你就立刻冲下去 的 羊竹 之后升不了 反弹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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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应该离场了 我们看看资金方面 可以明显看到 一巴掌全部都是绿色 这个是 散户的平均值 是否一直在增加 最近呢 最近呢 最近是怎样的 最近是 散户是有首位的 就是前面有首位的 减少 然后怎样 又增加了 在货从这一天开始 增加 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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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减少 全部都是在货 全部都是在货 如果你入了 那就和他们一定 都是在货 这个叫做 肉赛 就是前面 一直提醒大家 如果一只股票 大户 没有大户去增持 反而在货增加 就叫做肉赛 股票 一直和大家说 怎样 跟踪交易 查控自己的股票 是否有大户的增持 如果是生互增持的话 更加肉赛 一定不注意 有人说 摸一棍 用足的酒 那你就懂得走 很多人一棍 上来之后 一摊心 就走不了 是不是 这个就是 你可以看到的 所以你的股 股市否有大户 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说 散户至少 要返帝众投资者的交易 才可以 散户投资者 是否有 減少止息 离倡 按下边的链 自己去领取 张家雄 看看你的股票 是属于 真的肉赛 真的好像8080 那样 还是说 大户是差时间的 好了 这是一个例子 但是我再说其他例子 先看看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的话 可以明显的看到 如何 跌下来 反弹 回落 反弹 回落 反弹 整个都是这条 就是这个 列口之上 环笔紧的走势 这个走势 可以看到最近几天 是下跌 反弹 下跌 反弹 中列的下跌 是首尾突破的 就是这个小小的 你看成是 A B C 反弹 可以这样看 那这样看的话 是否有 入床的机会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律师在货送 开始割育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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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但是星期五的收市价 有没有高过星期四的收市价 没有 所以这里的上升 力度 不能够非常之确认 它可能会回落 回落之后 再升 也可以的 而它的周圣图 大家可以发现些什么呢 你看看 前面我们说到 这里的反弹 反弹之后 在货又增加 但是 它依然在 4月1号那一周 依然在它之上 然后在货增加 然后上个星期 就收市价 是滴穿了 前一周的最低位 散户增加的时候 散户增加的时候 如果散户增加的时候 如果散户增加 那一条竹的最低位 后面跌穿了它 代表是一条竹 逢高先走入 因为这里是属于 有任由 真的套住了 所以有反弹 一反弹就是离重的机会 直到什么时候才去真正的入场呢 直到 真的好像 在货减少了 或者是重新有 其他的信号指标 提升 趋势的转折 才可以在下次的 入货位 但日圣图 刚好这个围是 刚刚脱离了超跌区 刚刚脱离了这个超跌区 所以要开始 如果它先回到 升到 或者这样反弹 到阻力位附近 那阻力位在哪里呢 即下个星期 等到阻力位附近 那我们就可以先 逢高 握手的策略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下方的支持 就是这里 击穿左右收回来 2141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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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上方的助力位在哪里呢 上方的助力位 你看看 这个位 比较高的位置 即周圣图的助力 是多少 23517 和这条阴族的最高位 22937 首先是看到这里 所以 反超上来的时候 我们要先看前面的高位附近 当然 它也不一定会升到这些位 如果厉害 就会升到这些位 不厉害 反超下来到前一周 225 22 那位附近 那就警惕一下 这个是周圣图的 一圣图 刚刚脱离了超跌区 要反弹 你看看 它先回一回再反弹 但整体上来的几日 要先反抄一下 这个反抄 上面的作料是多少 日圣图更加清晰 22928 和我刚才说的周圣图的位置差不多 和222205 然后下方的支持 就是前一月最低的位置 或者是 这里有个提升 2141多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周圣图的位置 21414 21437 这个位置 就是它的重要的支持 所以它如果回回来 然后又抽升 如果它回回回来 最抽升 那你这里去反弹 但到了附近 就先走一走 这里要注意 所以这个范围有列的 它已经知道 但是个股呢 就不一定是这样 有些股票升得很好 有些股票比较差 1211 汽车方面 可以看到的 21211 就是为对表来看一下 从高画跌下来 你看看前面 大户呢 增加增加增加 这是刚才我们码一战 突破了它 对表来回回回回来 后 BIGG-10 就是说這几道 什么位置呢 在上方禁止的阻力 248.155岁 现在这个股票 但是会这止 慢慢相差时间 慢慢相差时间 目前来看 仍然在正常 仍然在这边 在凡殴正常 回落到支持都不用担心 这是这只股票 所以有大户和没大户是很大距离的 它为什麽升得不是很强 就是因为它上方的阻力依然是比较大的 有些朋友问了2013 前面我们一直说的这只股票依然在阻力位下方 看到吗? 星期五大户是减少的 所以未来星期二的收市价必须收在星期五的最低位4.94以上才是安全的 所以未来你的股票可否突破这个阻力5.38 如果可以的话 它上面的空间就有了 所以你看一看 未来这只股大户是否支持 资金跟得上支持 那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股是否有大户呢 快点去拆开 如果你的股票是较小的 也是省会的 那你就不要在里面去努力 出去较入 这样很容易输得更加多 按下边的铁铁自己可以领取 看看00716 都是有些投资者犯有问的 这个股票比较有趣的 你看看 前面都是列口斜上去 列口斜上去 列口斜上去 列口斜上去之后又堆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的 从这个低位到现在来看 这个股票呢 经过 到阻力 下回到阻力 下回 下回 直至这里穿上去 穿到这里 反抄到阻力 是不是 又反抄 现在又反抄 正在反抄 上面第一个阻力位 就是1.13到1.14 这个区域 就是它来的阻力 现在帝户仍然是增持间 增持间 对标仍然是持有的状态 但虽然是高低走 比较差点 当然 现在仍然是观望等队的状态 因为它来到阻力 过不了先走走 或者帝户真的又走了 最走都不迟 这个股票 可以看到 不是很强劲 因为它不是帝户持续的 平均线是整体向下的 不是增增正经 这样上去 好像前面这里 你看看 这里 持续增持 持续增持 所以它 上升回落 上升回落 上升 不断的 反复 好了 看看 2318 金融方面的股票 2318可以看到 明显的 从高位到现在 跌了下来 反抄 横行横行 到现在都是在横行 有所减少 对吧 达到支持 或者10度支持 有反弹的动力 上方的阻力是 58元1号 一号 9 58元1号 5 58元1号 5 是它的阻力 穿到这些跌摑 再滚远 都可以走 现在如果你有 继续等待帝户的 增持情况 如果真的要做这个股票,即是货币还要做,必须慢慢慢慢少了没有了 你一定要注意这种东西 通讯方面的股票比较差 跟三星库借是否有点类似,但会慢慢慢慢的,在货慢慢慢慢的减少 依然是持有的状态,前面已经和我说了,有没有穿了前面的货增加的那些东西 也没有,所以持有的状态 第一可以看到的就是它的水位的问题 下方的支持,0.907-0.914 0.901-0.907 这个位是它的支持,上方的阻力是比较大的,0.94 所以如果是底部慢慢的减少,它必须慢慢反复反复的 这个股票,有没有入货位? 暂时没有,因为你看看,在货各日那天最高位,第二天有没有收市高过它?也没有 所以依然是单对的状态 这里可以看到,2382 第二,都是相关的股票,你看看,全部都是绿色是货,对不对? 在货有所减少,前面也一样的,在货减少,但越高低走,没有办法了 这里是在货减少,在货增加,在货减少,没有突破到,虽然没有真正等对的状态 现在依然是存在的,202342,经信通信 这里,之前和大家说过这个股票的专家走走之后,你看看,就是这样暴跌了 到现在,在货减少的时候,开始突破了 我说,以星期四的最低位做止蚀位,做反弹 但你记住,它的水位问题,送边的水位,暂时最多到哪里? 1.38,1.38,1.42,1.42,1.42的阻力,在那里,好吗? 9988,为什么要说它?因为有些投言诗询问,这些股票可不可以留下? 因为,之前已经也说了无数次了,有问题的股票少些参与 有问题的股票少些参与,有问题的股票少些参与,有问题的股票少些参与 重要的事情,再说三次,已经已经说了无数次了 之前读讲的,都是短期反弹,减税的,现在一直你看看 它就是连续下降,弱于指数的股票 因为它本身这个行业是属于狐狸网的巨头 受到打压 所以资本都已经是慢慢就这样 所以暂时如果是我都不会碰的 上一段时间 在货不消息 不用不用 基本上不用 当然你想要反弹 要到反弹 你必须要到支持位 在货真的割弱的时候 就像这里 上次和我说了 它就到了199元的位置 之前和我说了 是不是一直都过不了 到了那个位置就掉下来了 是不是 已经说了无数次 包括在美股里面的阿里巴巴 你看在美股里面的阿里巴巴 它又是怎么样 和一模一样 都是罗减的 好了 NEO、韦雷 都是汽车方面的 NEO 怎样 在货比较多 在货增加 在货增加 你看 那星期这一天 12号的时候 在货割弱感少 13号收市高过他 星期五的时候 适动小主入床 但是星期五 在货增加 所以明天 收市必须 收在星期五 最低 19.5升以上 才是安全的 因为在货增加的话 你千万不要跌穿 跌穿 好像你看到这里 在货增加 跌穿了 想得比较多 跌穿了 想得比较多 在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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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我们可以看到 林斯特克 指数 CCMP 可以看到的 反抽 反抽 打回来 看看 你看看 这里 这日收市的 13351 这里最低 13353 哦 已经穿了 我们的最低位 穿了 如果你这日 是买了 高低手 之前和我讲过 无数次 高低手 千万不要参与 已经穿了 那你反抽的时候 就先避免 所以科技说法 不是说非常之好 SPS 标普500 可以看到的 和林斯特克指数 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走势 之前和我讲过 指数是相互炎症 最后会催与同步 就是大家 如何走的方向 是一致的 OK 看回这里 00 00 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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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486 俄女 俄女 你看 同样都是资源 那它为什么会比较差 你看看 从高位跌下来 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在货位有手微那么少 但会有那么少 在货位有那么少 在货位有那么少 基本上都是一些黄色的断筹资金 这里是在断筹中的 收市价一直都没有高过次一日高位 所以 达到阻力回回 达到阻力回 达到阻力回 达到阻力回回 回下方的支持位 就是托住它们 4.32到4.24 这个区域就是托着他们的走势 所以它的空间你看4.83是座力位 当然它不一定,它可能会来到4.64 就是这一条足的最高位上都有可能 大户未走势,但是暂时未有增加 所以股票要博反弹,你要懂得走 如果没有,就依然是看 就是未真正的九段 所以手头的股票,这个方法非常之简单 这个红色帝户,一旦它是增加的 那一天,那一天的金融竹,K線 它是最高位,翌日收市它是高过它 那你就可以入场 同样的,绿色,Green 绿色蟹货 它呢,绿色蟹货都是减少的 那第二天一样都会突破它 那你一样都可以回落 以前一天,这一天的最低做止蟹就可以了 相反呢,哎呀,大户是减少的 那一天的最低,我被跌穿了 那第三天,一旦反抄,那星先走 后面再说,大户资金 省户资金,都是增加的,一用 金融跌穿,那你就要先离虚 好了,这个可以明显看到的股票的情况 刚才说到凤利产,美国2007碧桂圆 可以看到它呢,刚才说到金融 就是互联盟,说了什么 消费和金属 我们先看看凤利产的碧桂圆 反抄到现在,下方支持位是多少呢? 5.89,上方比较低,左利位是6.58 那现在呢,可以看到就是这里 看到这里,穿了,它跌了下来 那其实这个股票在高位的时候,它回落的时候 其实到左利图米,它是脱离了前面这个区域 会回落下来的,回落下来 这个股票在负友感少了,第二个争持了 即是1月的高,即是2月的高 那它继续的入场挑战左边的阻力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刚才我们分析的 这两个阻力位的问题是多少 你看,上方下面 5.89是我们的支持 6.6是我们比较重要的阻力 那如果近一点,看近一点,没有太远 就刚好地面临着我们的阻力位 到这里,刚才是6.4 那位附近,就是它比较大的重要阻力 OK,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 几部分的内容 就是一部分就是指数方面 我们可以知道 未来反抽的时候 反而是走的机会 直到它真是转世了 才可以 所以各位朋友应该 对于后面有些准备 才可以 按下边的链 自己可以领取一下庄家图 希望对于你 是有所帮助的 因为我们的分析就是 量和价配合 加上一部分的时间周期 和小部分的趋势等等 如果我们需要按照 这个MCD帝户去执行 那基本上就不会说 乱雷 好,再看看 中控股 中控股 还是中控股 看看 是这个 北京控股 392 这个股 可以看到的 很明显 它是属于怎样的走势 解货消失了 但会慢慢的增持 但未超过25% 代表它现在就是 初升中的走势 马上面临着 这个阻力位 是27.34 星期二号的突破 突破就要来到28.2 突破不了先回到 下方的支持 第一个支持 是26.7 是不是很清晰 所以升应该怎么做 跌应该怎么做 你做过准备了吗 后面的屎 如果真的倒下来 那你的股是肉细股 如果是肉细股 一定一定要 消失 这里一定要住 好了 多谢大家收看到现在 自己想看这些图 可以按下哪条link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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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